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坚持与合作伙伴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智能发展 从今天开始的新闻频道推出思路故事专栏 通过一个个真实温暖的故事 展现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 沉甸甸实打实的成果 今年七月中国和孟加拉国一带一路 倡议重点建设项目达什尔甘地污水处理厂 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 作为孟加拉国第一座现代化污水处理厂 它的规模在整个南亚地区都是最大的 历经八年时光污水变清流的背后 倾注了中国建设团队的智慧和情感 也为孟加拉国民众带来了 汇集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 达什尔甘地村的家贺和弟弟萨夫 八年前在村里开了一片鱼塘 但河水被污染 鱼虾都死了 他们不得不从距离达卡 二百六十公里外的集大港 运回并不新鲜的虾到早市上卖 勉强维持生计 达什尔甘地村就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南郊 这里虽然河流密布 但污水横流 村民们并不能靠水吃水 年人均收入不到两千元人民币 整个达卡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两千多万人口中 仅能保证百分之二十的人用水安全 因为这里原有的污水处理厂 是三十年前建成的 就是在嘉赫兄弟开鱼塘的2015年夏天 达什尔甘地村来了一批陌生的中国人 15年我们是第一批过来 那个船要不停地漏 我就只能拿了一个浮路 一点一点地把船里面漏的水给它咬出去 那个水其实看起来很脏 很多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里面 包括一些垃圾都排放到河道里面 包括鱼和水生物的生长都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次实地踏刊虽然路途艰难 却收获满满 2016年10月 在中孟两国元首见证下 孟加拉国达什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 贷款协议签署 2017年8月 采用中国政府贷款 中国设计 中国设备 中国建设的达什尔甘地污水处理厂 正式开工建设 一次性建成5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对孟加拉国来说是书写新的历史 对中国建设团队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项目咨询总监金在允来自韩国 咨询工程师来自孟加拉国 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知识背景 不同的标准规范 在这里不断地碰撞 因为我们在一个新的国家里面 你要遵循当地的安全的标准 或者安全的要求 当地的煤气公司就要求管线 必须升到我们的污水管线的上方 当地的这一规定是1991年颁布的 而按照中国的技术标准 也完全能够满足安全要求 但沟通的时间成本 会严重影响工期 如果不能在雨季到来前解决这一问题 项目的进度至少会延后半年 最后我们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污水钢管跨越的这一段 这一段的燃气管 用个梯形的方式给它抬升上来 这样既满足了 孟加拉当地的这个规范要求 而且节约了工期 达什尔干地污水处理厂项目 使用的设备都是中国造 但施工期间 由于疫情影响 航班熔断 物流中断 设备和材料无法及时送达 顶着43度的高温 米加利在达卡四处寻找 和工地设备匹配的继电器 虽然经常是一路奔波 无功而返 但中国建设团队 在和当地人常年的交流中 却有了不少意外的收获 工地周边的当地菜饭 已经可以和他们用中文对话 你好 买什么东西 一直在早市卖虾的迦鹤兄弟俩 也都在达什尔干地污水处理厂 建设项目部找到了工作 这几年迦鹤一家人的生活 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他结了婚 孩子都三岁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 张成波的女儿和家贺的女儿同龄 但他并不能经常见到电话那头的父亲 跟妈妈视频的时候 他就会跑过来把视频给挂了 他可能不想在视频上说话 但是他在视频之下 他会跟妈妈呀 跟外公和外婆也会 一直经常会提到爸爸的 远方的思念 无法替代真实的陪伴 张成波和同事们能做的 只有坚守阵地 期待一个个难关不断突破 项目早日完工 从管线铺设到淤泥清理 从污水进场到清流奔涌 熬过与家人分别的无数日夜 历经一国作战的千难万险 张成波和同事们终于迎来 签署项目移交证书的最后时刻 所以签字之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大家心里都是没有底的 谁都没办法拍胸脯 就是我们一定能够拿到这个证书 经过无处次的努力 和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对接之后 肯定是就像高考一样的 要去过这个东部桥了 像一场战斗 确实像一场战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里有很多 因为疫情 在2019年 他们都尽量继续工作 而不是停止 他们继续这个工作 在这个确定的时间上 历经八年 中国建设团队为打卡 留下了一座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 他们即将转身离开 而更多的当地工人 会永远留在这里工作 大学毕业就进入这个项目的马蒙 不仅在工地上成了家 还和他的中国队友成了好兄弟 当我加入了中国伙伴 他们会教我 如何使用这个厂经 中国人 常常通过 他们的技术 他们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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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其他人 我喜欢中国人 和中国文化 我认识一些中国文化 你好朋友 你好中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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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士尔甘地村的污水不见了 鱼虾在河中畅游 达卡市区500多万人的生活污水 在这里变得清澈 孟加拉国境内的400多条河流 也将从这座南亚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开始 进行系统治理 我认识到这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我认识到这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中国人的贡献 但我认识到这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是孟加拉国境内的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来 这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我们在这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我们都不乓 在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在座南亚最大的入国 也不能是公充 是一个入国 在座南亚最大的入国